主日三分鐘,張臨期 在張臨期裏面,我們有現點張臨環的禮言 其實張臨環又可以叫做張臨圈,張臨花觀,張臨樹,或者是家和圈 張臨環是起源於北歐的異教習俗,跟冬至有關 在冬至那一日,是太陽離開尺度最遠的日子 而在北歐,是百日最短,而黑夜最長的日子 人們期待太陽能夠早日回來,去驅散長夜的黑暗 他們就將一些常青樹飄在馬車的車輪上面 再加上一些布置,然後將蠟燭焰點放在中間 到十六世紀,德國的基督徒就引入了這個習俗作為宗教儀式 現在已經傳到世界各地,特別是說英文和德文的國家就更為普遍了 我們用常青樹編織成圓圈或者是花觀 就因為圓形,正好象徵天主的無恥無蹤和永恆 而常青樹就象徵了天主的永恆不變 也都象徵了天主對人類常存不變的愛 圈上放置了四支的蠟燭,就代表著張臨環四個的主人 傳統上三支蠟燭是紫色,另外一支是粉紅色 紫色是代表著期待、渴望和寶宿 每一個主日,我們會燃點一支蠟燭 就提醒我們基督的來臨越來越近了 張臨環第三個主日,我們會燃點粉紅色的蠟燭 就代表著喜樂,因為主已經臨近了 張臨環的燭光,正好象徵著基督 象徵著基督的真光,來到世界去驅除黑暗 招要那些坐在黑暗與死亡陰影下的人群 張臨環,將燭光結合於花環之內 就充分表達了我們熱切期待基督的光榮在內 天父,求你幫助我們能夠善導張臨期 求你引領我們能夠走正義之路 滿懷希望迎接主基督的降臨 天父,求你不禁止 天父,叫這日的雙刀 天父,祂無盡 其實為你讓人低調 天父,叫這日的雙刀 天父,祂無盡 天父 天父 很 dio 天父 天父